大家好,我是山高线 今天聊一聊我对纳卡战争的一些想法 这次纳卡战争最显著的一个特点 是由于无人机的大量使用 在两个根本不可能承担大空军的小国之间的战争中 出现了以往只有在大国殴打小国的战争中 才会出现的绝对制空权局面 从双方公开视频上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出这一点 亚米尼亚公布的视频基本上都是直射视角 而阿塞拜疆则主要是空对地打击的视角 什么是绝对制空权呢 就是全域全时不但做到了几乎排他性的占据了天空 同时在时间上充分的利用了天空 哪些制空权很重要 更重要的是利用制空权 制空权不仅仅是一个空间概念 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个时间概念 24小时利用空域进行作战 是要比拿下空域的控制权难得多的 举个典型的例子 解放战争时期我们解放军没有空军 国军毫无疑问有着对天空的绝对控制权 但是除了拉着老蒋到处瞎指挥和空头守令之外 国军空军的粗动和打击能力在漫长的战线面前 利用天空进行作战并影响战局的能力却是微不足道的 航空兵是昂贵的 飞机很贵 培养合格的飞行员不仅昂贵 而且很慢 在以往的战争中 除了超级大国之外 很难在时间上完全掌握制空权 因为在时间和空间上同时较大范围的覆盖战场 对航空兵器的数量有着非常高的要求 我对韩国靠制空权战胜朝鲜的能力一直不乐观 除了体系不完整和朝鲜半岛的山地地形之外 很大程度上在于韩国空军的数量并不是特别够用 而无人机的出现 使得利用制空权的成本 浮现了数量级的下降 原本即使是一般强国都很难做到的事情 被一个绝对意义上的小国做到 而亚美尼亚对这种变化 显然是缺乏心理和物质准备的 本次战争有一个很耐人寻味的现象 就是纳卡地区作为建设了近30年的战场 亚美尼亚的大量纵装备 居然在简易攻势内被摧毁 即使有不少可能是假目标 有些很明显是假目标 但有些显然是真的 比如说一个勇敢的亚美尼亚士兵 试图抢救火箭炮的那个事 一方面可能是亚美尼亚确实比较穷 承担不起大规模的战场建设 另一方面 这是亚美尼亚对在严重空中劣势下作战 缺乏足够准备 毕竟两个小国之间的战争 一方被另一方骑在头上炸 确实很超乎人的想象力 亚美尼亚的防空火器 还是300PS和萨姆8 要不就是苏联老货 要不就是俄罗斯打发的二损货 都属于缺乏升级的早期型号 可以说与破层烂铁无异 基本上不具备抗击 现在空中打击的能力 尤其不具备抵抗低慢小目标的能力 或者说亚美尼亚对防空力量的建设 仍是基于抗击数量有限的 阿塞拜疆的老式苏联飞机和直升机作为出发点进行的 在以色列和土耳其支持下 使用多种无人机协同作战的阿塞拜疆面前 无论是数量和质量都不足以抗衡 诚然亚美尼亚也击落了不少阿塞拜疆无人机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 如果没有无人机的话 阿塞拜疆永远不可能在有人机时代 得到这种程度的指控权 而阿塞拜疆方面 除了对无人机的使用之外 攻击乏力 作战水平乏善可陈 开战后打了10天 到10月6日才突破一线 可以说这防线不是打破的 而是磨破的 也给了亚美尼亚较为充足的时间 适应战术和组织二线防御 并没有利用好开战初期 几方装备与单要充足 亚美尼亚仓促应战 又不适应战术的优势 考虑到新装备的齐齐效果 在下一次战争中将不复存在 阿塞拜疆本次战争 很难称得上特别成功 这都是对陆军建设重视不足的恶果 因为如果双方回到同一起跑线 缺乏技术或者战术齐齐的效果的话 阿塞拜疆的国力优势 在亚美尼亚兼顾设防的3D面前 恐怕占不到多大便宜 阿塞拜疆虽然有了强势的制空权 但侦察能力似乎相当有限 视频中阿塞拜疆空中打击 基本都是对开阔地目标的攻击 缺乏对掩体临地的打击视频 而且并没有见到空地协同的视频 可见阿塞拜疆军队缺乏相关训练 无人机到底是什么人在操作 也不好说 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 是反炮兵作战能力 在己方掌握制空权 亚美尼亚缺乏拥备攻势 又不重视隐蔽的情况下 亚美尼亚仍可以在开阔地 大摇大摆地使用牵引式火炮 进行长时间射击 无论是战地记者的采访 还是阿塞拜疆击毁火炮的视频 火炮附近都有大量发射后的药桶 这说明亚美尼亚转移发射阵地并不频繁 阿塞拜疆在这方面 连乌克兰民兵都不如 可以说就不像是老苏军的底子 因为不要说反炮兵雷达 即使是传统的声光侧定位 也不应该出现这样的情况 也可能是阿塞拜疆的火炮和弹药有限 对炮兵阵地进行压制性射击的任务 优先度并不高 更可能是火力的质量和数量都不行 阿塞拜疆作为进攻方 在本次战争中一个严重的问题 就是火力不足 缺乏足够的压制力 首先本身就缺乏长时间弹幕覆盖 以及延伸的视频 其次亚美尼亚视角的一些视频 很显著的暴露了阿塞拜疆火力不足的问题 比如说一堆坦克 完全不成战斗队形 在一辆疑似破胀车或者推土机附近 挤成一团 被亚美尼亚反坦克导弹 在较远距离上点名的视频中 暴露的问题就很多 除了装甲部队训练水平外 主要就是在前沿部队 在暴露状态下进行破胀作业的脆弱时刻 炮兵未能将战壕内的亚美尼亚步兵 压制进防炮洞 至于这是协通不到位的问题 还是确实火力不足的问题 那就不得而知了 同一个视频也引出另一个问题 一除了火力不足之外 阿塞拜疆攻兵的破胀能力 似乎相当弱 不能快速开闭通道 也没有其他的视频 能够证实阿塞拜疆的破胀能力 这对一支准备进攻作战的军队来说 是比较低级的错误 军事角度来说 现在机会难得 我认为阿塞拜疆是不应该接受调停的 最好连亚美尼亚求购反制武器的时间都不要给 至于对我们的启示 虽然小国间的战争体系并不完整 但是无人机利用制空权的能力 确实是以往战争模式下很难做到的 对大国来说 有人机无人机在复杂电子环境下的协同作战模式 可能会带来新的军事革命 举几个简单的例子 无人机怕电子战 然而雷达和电子对抗器材 其实也属于暴露性器材 是战损率很高的装备 比如说03年伊拉克战争时 异军的GPS干扰确实有效 但很快被美军击毁 那么隐身机和战术导弹夺取制空权 无人机利用制空权 隐身战机携带反辐射导弹进行压制作战 无人机利用制空权 或者人工智能模式的 自杀式反辐射寻飞弹 与人在回路的无人机协同作战等战术 就有实现的可能 另一方面 由于无人机利用制空权的能力 即使是大国之间 也可能出现绝对制空权 而不是在完成了夺取制空权 和压制防空任务后 剩下的一些余力 用于对地打击 那么野战防空 也就不再是以往的茶楼补缺了 对部队防空和隐蔽能力的要求 要比以往高很多 尤其是对野战防空吸烂 和习惯大摇大摆的美军来说 还有一个热点问题 是坦克是否过时的问题 应该说 近线南的战争中 进攻防坦克的损失率 较至二战和中东战争时期 其实是很低的 可以说日益难以击毁 本来一次成功的进攻战斗 损失三次乘坦克 是很正常的事情 这次战争中 阿塞拜疆的坦克 还基本上都是在直射交战中 被击毁的 这对坦克来说 属于死得其所 亚美尼亚的坦克 被空中优势方击毁 本身也并不稀奇 而且 以防御战斗中的 一般损失率来看 亚美尼亚也算不上高 不过补充不上来罢了 如果说 有什么跟过去不一样的地方 我想 可能是以往空地打击的战果确认 靠分辨率不高的胶片摄像枪 视觉震撼力不行 而现在摄影器材的分辨率和普及度 远比以往高而已 就像80年代的前线 整个军也只有几台胶卷摄像机 而现在的叙利亚战场 摄影器材几乎人手一步一样 重装部队的进攻作战 一直都是最依赖空中优势 二者本身并不矛盾 比如说抗美援朝后期 志愿军坦克并不少 但因为天上被美军摁着打 就只能做突击炮零散实力 苏联钢铁洪流 重来也是建立在夺取战役直空权的前提之下的 坦克究竟过时还是不过时 我想这次的战争强度还不足以证明 目前战争迷雾仍然浓厚 分析是基于目前零散的信息 和双方处于宣传目的释放的视频 做出的概略分析 而且我看到的视频肯定也不完整 就像指挥官对战局的分析一样 时候看来肯定是不完全准确的 只能说是基于迷雾之下的有限信息 做出的一点猜想 希望能抛砖引玉 最后 北美奴隶主种族灭绝反人类诽谤 必须被毁灭 入关